大家好,我是圆子,这个女人真倒霉,亲眼目睹多年的男友出轨,三十多岁的她微胖,长相和学历都不算亮眼,目前还是跟母亲同住,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,今天又是倒霉的一天。 注意看,这女人头发就在男人衣扣上,男人一把抓住她来到后厨,然后拿着剪刀,女人想要阻止,可还是被男人咔嚓。 然后来到大厨身旁正说话时,女人拎起蛋糕炒脸就是一杂,可能男人不知道头发对女生来说是多么重要。 当女人走后,男人擦嘴角时尝到蛋糕味道还挺不错,于是蹲在地上像小狗一样品尝起来,确认味道后连忙追出来,在女人离开之际赶上车。 女人名叫金三顺,是一位刚失恋不久的蛋糕师,男人叫玄振轩,母亲是一家大酒店的社长, 而他则是独立创业,是一家连锁西餐的老板,他邀请金三顺来自己餐厅当蛋糕师。 金三顺因为刚才的事想拒绝,可是一看名片,这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地方。 于是第二天带着自己的作品前来面试,由于味道独特,包装别致,很顺利就通过两位高管的考验,来到办公室。 玄振轩告诉他试用期是三个月,如果在试用期内不合格的话,会立刻辞退。 金三顺答应了,但是有个条件,就是在餐厅里把名字金三顺改为金西真。 玄振轩想拒绝,因为这和初恋女友宠明了,但是三顺毫不客气地回绝这份工作。 准备离开时,玄振轩以金西真的名字叫住了他,第二天玄振轩被母亲强逼来婚戒所相亲, 但是他对于婚恋这种事毫无兴趣,准备去洗手间时,刚好看到金三顺也在相亲,等他洗手后突然想起。 和金三顺在男厕所第一次见面式情景,好像想到了什么办法,于是来到金三顺身边。 旁边的男人一脸懵。 三顺听后觉得不好意思,连忙解释,可是玄振轩一把就准备拉他离开,两人在拉扯中一个耳光打破了吵闹。 玄振轩的相亲对象生气地离开,地旁的男人也失去地走了,三顺生气地走在街头。 玄振轩为了赎罪,紧随其后,晚上两人坐在大排档喝着酒,三顺不停地骂着他,就是因为他,好不容易要成功地相亲又失败了。 玄振轩看他醉得不行,于是一边受着他的敲击,一边背他离开。 当三顺第二天起床后,懵了,自己竟然躺在一个陌生的床上,而旁边的洗手间里传来一阵洗澡声,打开门看到刚洗完澡的玄振轩。 你为什么要洗澡呢? 你为什么要洗澡呢? 三顺看了看自己的衣服,尖叫着朝玄振轩跑来一顿暴躁。 他以为自己昨晚喝酒断片被玷污了,可是玄振轩告诉他,昨晚酒后尿裤又醉得不省人事,只好把他带回自己家。 对于一个大省级的女人,自己怎么可能下得去手? 此刻房门打开,玄振轩母亲罗女士带着秘书来到这里。 因为昨天的相亲失败,他气得直接对郑轩就是一顿暴躁,准备来必杀祭时才看到一旁的三顺。 三顺下的连忙跑到床上,罗女士发威了将郑轩拉到厕所。 三顺在床上只听见传来阵阵的惨叫声,完事后干洗垫送来衣服,三顺在洗手间整理着妆,而外边。 罗女士骂她不检点,身为老板竟和下属搞在一起,而且看上去还像是个中年妇女一样的女人。 虽然是这样,可为了让儿子早日成家,她还是要求一周内带回家正式见面。 一旁的秘书都懵了,事后两人上班路上,玄振轩请求三顺和自己假装交往,因为实在不想再相亲了。 只有这样才能糊弄罗女士,给出的条件就是立刻晋升为正式员工。 对于这出卖自己的行为,三顺一口就回绝了。 当来到店内发现自己迟到,主管和经理对她一顿责骂,当她行李道歉时, 然而所有女员工更震惊,因为玄振轩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对象。 晚上回到家,离婚的姐姐也回来了。 她告诉三顺,因为父亲去世前用房子抵押帮叔叔贷款,现在工厂倒闭,周末银行要将房子收夺,三人坐在一起凑着数,无论怎么精打细算,还是少个五千万。 三顺无奈之下只好找到玄振轩,她答应之前假装交往的请求,但是得借给自己五千万。 玄振轩听后爽快地答应,两人还约定好,协议期间不得劈腿,如果单方毁约,那么五千万就归另外一发,然后带三顺来到母亲家里。 罗女士问起家境之类的,三顺也一五一十地照说,父亲去世前是粮食店的老板,母亲是放高利贷的。 当然这话一出,直接引起罗女士的鄙视,等她走后,罗女士要求玄振轩赶紧分手。 但是玄振轩说三顺跟介绍的那些豪门小姐不一样,至少她是凭自己的双手去劳动的。 罗女士拗不过她,只好答应,就在三顺坐在店内思考蛋糕方案时,一个女人找上门,三顺给她端来新的创作品堂。 女人看到她的工作牌,说和自己的名字一样,三顺也没多想继续工作,等她回过神后,女人已经离开。 第二天工作时候,玄振轩来到店里,她将昨天的事告诉了玄振轩,然后问是否是前女友之类的。 没想到玄振轩大声地呵斥她,三顺觉得自己人格被侮辱了,于是跟着她来到办公室里论,更没想到玄振轩生气得出拳击碎深厚的相望。 第二天可能觉得自己确实有点过分,于是在员工们吃饭之际,拿一大束鲜花送给三顺,这行为直接引起男员工的掌声。 当然,女员工们是又嫉妒又仇恨,事后两人来到另外一家西餐厅。 为了自家新品的研发,玄振轩点了一桌的蛋糕来品尝。 此时而时的邻家小妹带着未婚夫来到这儿,三顺一看傻了眼,因为这正是刚分手不久的前男友,他不好意思的借口去洗手间。 玄振轩似乎也看出来了,为了帮三顺夺回面子,等他出来后故意搂着他公布两人的恋情。 事后两人来到私人影院,三顺质疑玄振轩是个同志,因为隔壁传来的喘气声,他都没点反应。 玄振轩为了证实自己,一把将三顺按下,然后脸一点点靠近。 注意看,这女人拿着汽油桶来到餐厅,抓到男人来约会后,直接将汽油泼到蛋糕上,然后拎着女人就是乱打,男人看不下去了准备动手。 还好被赶来的老板玄振轩阻拦,他一把就将男人甩在地上。 不得不说,这家餐厅服务真是好,对于身为受害者又是扰乱者的女人,不但端来美酒和蛋糕,玄振轩还亲自弹奏钢琴来安慰失恋的女人。 正弹奏时,前女友于西真闻声而来,虽然只是假男友,但是站在一旁的三顺一脸的醋意。 两人来到咖啡馆,于西真自信地想跟玄振轩重归于好,但是他出国留学三年来一通电话也没打过。 这三年对于玄振轩来说是无比的失望和痛苦,他拒绝后准备离开时,于西真拉住他的手,但是已经被伤到的玄振轩还是把手一抖两只,加班到很晚的三顺准备下班时,看到玄振轩独自一人坐在前台喝酒,于是来到他身边聊着天。 可没想到,玄振轩只是喊了一下于西真的名字,就醉得倒地睡觉了,三顺没办法只好用自己强壮的优势扶回他家,准备帮他脱外套时,玄振轩一把搂着他睡着了。 第二天醒来后,三顺已经将早餐准备好了,正当两人吃饭时候,门铃响起,打开门是于西真来了,他很自在地一边说话一边进屋,可进来后傻眼了,他看看凌乱的床单和正在吃的早餐,也明白发生了什么。 于是只开三顺,要跟玄振轩单独聊聊,就当三顺离开时,玄振轩一把拉住他。 于西真用湿润的眼睛看着两人,伤心地离开了,晚上下班三顺准备回家,于西真找到他,两人来到咖啡馆,他问起三顺玄振轩两人在一起的经历,并且劝说他离开振轩。 三顺本想同意他,但是突然想起上次吵架时,解除合约就得立刻归还五千万,于是郑重地告诉于西真,往事再好不过是回忆,自己是不会放手他。 第二天玄振轩带着侄女美猪来到店里,因为美猪自从失去父母以后就再没说过话,他想让美猪有个快乐的童年。 三人在一起嬉戏地做着蛋糕,大厅的员工都感到吃惊,因为从来没见玄振轩笑得这么开心过。 晚上回到家后,于西真竟然坐在沙发上,等着他。 这女人太狠了,在三年前男朋友出车祸之际前往美国留学,期间连一通关心的电话也没打过,现在回来想要重归于好。 玄振轩起的是火冒三丈,呵斥地讲述着这三年来的痛苦,于西真只能流着泪离开,但是下一秒玄振轩又后哄了,连忙追出来。 玄振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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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论 二鸦 玄振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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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三顺 玄振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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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顺 玄振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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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顺 三顺 玄振轩 玄振轩 这样下去 玄振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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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顺 玄振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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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亲的 玄振轩 玄振轩 然后端 玄振轩 三顺 这男人 三顺 三顺 玄振轩 三顺 三顺 玄振轩 玄振轩 三顺 玄振轩 听了直接 玄振轩 三顺 三顺 玄振轩 三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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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舅舅 三顺 三顺 三顺